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索契进行了会面,土耳其总统这次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劝说俄罗斯重返黑海粮食协议,不过从周二的消息看,土耳其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普京拒绝了土耳其的提议,表态西方只要不解除对俄罗斯的农业产品制裁,俄罗斯就不会开放黑海粮食运输通道。 我们之前分析过,俄罗斯开放黑海通道是一大失误,因为这会降低乌克兰的消耗,让乌克兰的粮食出口变得简单。 要知道因为俄罗斯不开放黑海通道,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矛盾,欧盟多个国家限制乌克兰农产品进口,尤其是粮食进口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此之外,俄罗斯还可以直接向奥德萨、乌克兰无人设备制造基地发起军事打击,乌克兰也会因此沦为半内陆国。 这不仅会加大奥德萨居民的恐慌心理,同样会让西方就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焦头烂额。 那么俄罗斯为何不愿意开放黑海粮食出口通道? 第一,战争就是战争,俄罗斯如果无法利用自身优势,对乌克兰进行最大的消耗,最后被耗死的一定是俄罗斯自己。 现在整个西方都在孤立和制裁俄罗斯,北约不仅给乌克兰主战坦克远程对地巡航导弹,马上F-16战斗机也会到乌克兰手中,俄罗斯对西方世界抱有幻想已经没有意义。 特别军事行动致命,现在除了俄罗斯认为是正义的之外,西方国家没有一个赞成的。 第二,土耳其近一年的表现显然没让俄罗斯满意。 当初俄罗斯执行第一阶段的黑海粮食出口时,土耳其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还是反对态度,但是现在不同了。 敦兰已经成为了北约成员国,而瑞典加入北约也是时间问题,所以土耳其对俄罗斯而言,在这个层面并没有可利用价值。 而博了土耳其面子,也不会影响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合作。 俄罗斯和土耳其在2022年贸易额超过600亿美元,而其中不法能源合作,尤其是天然气的合作。 土耳其对天然气的依赖是自身局限性导致的,并不会因为俄罗斯不开放黑海粮食通道,就不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 普京自然看透了这一点,自然不会再同意来访黑海粮食通道。 第三,俄罗斯似乎也想赚取更多的筹码,为可能开启的和谈做准备。 毕竟只有筹码够多,到时候才不至于在东乌地带让步,开放奥德萨,让乌克兰拥有海上出口。 俄罗斯或许觉得这个筹码可以让西方世界妥协。 事情恐怕没这么简单,俄罗斯至少要在扎布罗勒或者赫尔松让出很大地盘,才可能满足西方的需求。 俄罗斯封锁黑海粮食通道,对乌克兰会造成什么影响? 第一,对乌克兰的影响会非常大,毕竟现在正是粮食收获的季节。 粮食卖不出去,乌克兰人就赚不到钱,这会让导致内部矛盾。 而且明年正是乌克兰大选之年,泽连斯基也未必会延迟大选。 基辅会不会倒台还不一定,当然泽连斯基干了这几年估计也累了。 第二,乌克兰想要通过路上运输卖往海外,就很难形成成本优势。 那国际上的粮食市场也可能会被打破,毕竟俄罗斯和美国的小麦都可以满足市场份了。 乌克兰一旦丢了海外市场,今后再想夺回去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第三,会降低乌克兰的贸易活性,现在乌克兰的国家经济完全是在靠西方的阶级。 一旦乌克兰把自己最重要的农业也搞糟,那乌克兰今后想要恢复元气可就难了。 别看现在乌克兰还能抵抗住俄罗斯,这是付出了惨重代价的。 整个乌克兰都是战事状态,甚至限制男性出国,经济陷入停滞,百废待兴。 这么打下去,不要以为乌克兰抱住了西方大腿,就可能腾飞发展,搞不好比以前更惨。 那么俄乌冲突在接下来四个月有什么看点? 第一,俄罗斯会不会在冬季,再次发起对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能源设施轰炸? 如果俄罗斯再次轰炸,乌克兰这个冬天肯定不好过,欧盟的天然气价格可能也会猛涨。 第二,美国的F-16战斗机会不会进入乌克兰? 如果年内乌克兰能够获得F-16战斗机,那么美制战斗机和苏霍伊大战的场面就能看到了。 第三,欧美和俄罗斯之间会不会进行试探性接触? 这个可能不会排除,毕竟现在各方都已经打不下去了。 最近来自今日俄罗斯的消息,福克斯新闻前主持人卡尔森表示, 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可能会在明年变成一场公开的直接战争。 美国现在的两党争端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保住权力很重要。 别小看了美国的影响力,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美国人的手伸得很长,世界警察的名号不是白叫的。 这次美国策动了俄乌冲突,又是与世界上核武力量最强的俄罗斯有关。 美国的驴像之争,看起来是美国人自己的事情,却对世界局势,会产生海啸一般的影响力。 美国人有一个常规操作,就是当这个国家的国内出现巨大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转嫁矛盾,转移国内视线,在国外发动战争,以达到那些政客的目的。 卡尔森就认为,执政的民主党会不惜一切代价来赢得这次大选的胜利。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80岁的高龄,显然胜算不高。 即使他通过各种卑鄙手段把特朗普收拾的鼻青脸肿,但是像拉玛斯瓦米,还有小肯尼迪等大量的竞争对手,对拜登非常不利。 民主党好不容易挑起了俄乌战争,自然不想这场战争马上就结束。 现在看起来,即使美西方世界拼尽了全力向乌克兰运输武器装备,但泽连斯基依然是一个扶不起的阿豆,乌军使了吃奶的精,也没有办法突破俄军的前沿阵地。 如果乌克兰败下阵来,真的被俄罗斯全面控制的话,那美国的算盘可就全输掉了。 关键是输了算盘也没所谓,问题是投入的那么多钱怎么办,不能让这些前前白白打水漂,那么只剩下一个办法可以让乌克兰赢了,那就是北约部队亲自上场。 然而这样的选项与美国选择自杀又有什么分别呢? 诚然,俄罗斯的常规军力真的不够看,一个小小的乌克兰打了一两年都没拿下,更何况是北约这样的精锐群狼。 即使普京声称只是动用了两成的力量,但剩下那八成的力量估计也都是一样的水准,与北约硬钢恐怕有点悬。 卡尔森认为,完全可以通过像在越南北部湾那样的阴谋操作,向俄罗斯宣战,不过去年倒是有一个机会,有两枚炮弹落在了波兰境内,美国与波兰第一时间否认是俄罗斯的炮弹,这很明显是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并不愿意与俄罗斯开战。 毕竟普京手里的核武器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着,只要北约群狼一起上,普京就不得不按下核按钮,不过也有一个办法可以避免美国遭受核打击,那就是迅速命令泽连斯基结束这场战争,这也是唯一能保住美国在乌克兰利益,而不让美国卷入战争的办法了。 不得不说,美国这次把事情搞到普京头上,等于是彻底失算了。80岁的老拜登,果然老眼昏花,看不清形势了。